一个大学的副教授跟我谈起他退休安排的时候 像一个孩子做错事了一样 寻求我的帮助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 大家好,我是艾瑞老爸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话题呢 实际上是挺扎心的 这段时间呢,我发视频少了 把精力主要放在给国内的一些朋友们 做一些未来的家庭计划呀 留学呀 包括他们希望来到美国工作生活的这么一个指导 这两天和一个国内的大学教授的谈话 这个粉丝呢 他是在国内的一个大学里面担任副教授 马上面临了退休 他跟我说啊 他不太想过每天去跳广场舞的这种老年生活 他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看看能不能来到美国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精彩一些 本来这种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表达呢 却是切生生的 仿佛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情 要寻求家长 或者要寻求老师的这种原谅和理解 甚至生怕得到剔头盖脸的责怪 大家要知道啊 这是发生在一个即将退休的教授的身上 其实他的这种愿望是很朴实的 当他辛辛苦苦完成了他的工作 要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 却对自己的一些期许抱有怀疑 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而是来自于担心环境对他的这种压力 当时那种感觉 真的是他好像在做错事情 跟我做汇报一样 不敢说又想说 然后最后下决心说出来了 当然我是给予给他极大的鼓励 我说你这种想法挺好的 重新给自己一个机会 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事情 这有什么可受到责备的呢 我是支持他 人生在世这几十年 我们为什么每个人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有很多的想法 作为一个老教师来讲 在我们判断教育的状况 让孩子们花费十几年的时间 再教给他什么 是分数 是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还是什么其他的 其实这个话题蛮沉重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是一个家长 他的孩子实际上已经在美国的 加州大学在读书 而且非常的优秀 孩子在咨询我的时候 他把他的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告诉我 他的实际的兴趣 并不一定在他现在在大学里 所学的这个专业上 他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呢他嘱咐我 他的这种兴趣 不能告诉他的家长 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乱了 我们每个人出生以后 都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环境造成的 不但是这种理想的磨灭和缺失 而且造成了一种压力 一种遏制 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种环境 这真的是一种可悲的事情 往往我们的家长都会跟孩子谈 我这样要求你 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个好的未来 但是通常的这种无形当中的压力 相当于给孩子们套上了枷锁 而且这种枷锁是一生的 到了他们老年的时候 他们也不敢去追逐梦想 这真的是很可悲的 那么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去美国 其实很简单 大千世界 我们要出来看一看 好了就留下来 不舒服了就离开 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旅途 去努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世界坦率的来讲 就是给你那些 有报复有理想的人创造机会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 无所事事 那也就造就了你这一生的平庸 由此大家怎么看 可以在评论期进行交流 好